我们躺下闭上眼睛的时候 身体才会得到较好的休息 进入睡眠 但是我们的身体可能也会得到不好的休息 并开始进行各种自发的活动 而这些可能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我们睡着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怎样奇怪的事情呢 肢体会突然抽搐 不知你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在模模糊糊快要睡着却还没睡着的时候 经常会全身忽然抖一下 有时候还会出现一种幻觉 突然梦到自己脚底踏空 或者梦见自己从悬崖上跳下去 接着全身就会触电般的抖了一下 或者脚步由自主猛踢了一下 瞬间进行了 实际上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每个人都会遇见 经常发生的话 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 接下来要谈谈一种叫做睡眠脉冲的现象 这种现象只会在梦中出现 进入睡眠的过程就像死亡的过程 有时候 大脑以为你挂了 不知道你是睡着了 因此它向肌肉发送死亡信号 看看你是否还活着 所以你才会突然抽搐 会磨牙 这种现象叫做磨牙症 当你在睡眠中磨牙时 是因为你压力过大 或者牙齿没有咬合 也就是说 牙齿排力不起 使牙齿咬合关系不好 易发生腻下而关节功能紊乱 因此引起夜间磨牙 如果磨牙的隔天起来结果是头疼的话 这种时候就该去看牙鱼了 说梦话 这也是一个相当常见的现象 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 梦话可能是个字 甚至是句子 也可能是一直在读说 人们当在睡梦中有一个场景 转移到另一个的时候 就会喃喃出含糊不清的词语 或者单独的字 这个时候可能是语言中心的功能比较活跃 另外就是当睡觉的人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时 即使在短暂的清醒状态时 也会说梦话 有些人甚至能够回答别人的问题 但是到了早上 他们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性兴奋 这不足为怪 可能你已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了 男性在夜间经常发生这种反应 这完全是一种真真实实的身体积燃的正常现象 血液中氧气过于饱和 就会导致这一现象发生 而且不仅男性会有性兴奋 女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兴奋骚动 当然 这一反应是以荷尔膜的形式出现的 荷尔膜在夜间释放时 就会发生种种反应 眼珠转动 尽管我们的眼皮紧闭 眼珠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运动 尤其是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时 直至目前 学者们还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很多学者认为 这和大脑神经的刺激激素增加有关 这一激素的增加 使得大脑能够很好的储存信息 同时优化记忆功能 梦游 在医学上也叫梦醒症 这是一种罕见的睡眠障碍 容易激动的人 更容易梦游 梦游者眼睛张开 让人误以为是清醒的 而且可以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 或命令 三分之一的梦游者行为有侵略性 醒后不能记得自己曾经下床 大部分梦游时间几分钟 到一小时不等 有的人可能会问 你的身体在移动 怎么可能还不醒呢 事实上 在睡眠中这些感觉都会消失 只有大脑的一小部分在继续工作 也就是控制身体肢体的那部分 关于梦游的原因 至今仍无法确知 但一介普遍认为 不排除是家族遗传 及心理压力等因素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来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也别忘记按下小铃铛 还有追踪老王的Instagram哦 AKP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